乖 接下来我们开始做到的是侧行步 然后首先呢 刚才我们在做完绕转 回到这个位置以后 还是要往旁边挪一次基本步 然后呢 并退基本步往后 然后做一次慢的侧行基本步 就接追步的 然后再来一次 然后呢 是脚步点踏的 一二三四就好了 OK 分解一下 因为男女步有一点点不同 对 男生我背过来 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们框架保持好以后 往旁边挪一步 然后呢 凝转往斜后45度后退左脚 回重心以后 身体反身关闭 然后侧行追步并脚的 然后呢 打开90度 右脚往前 前进追步 假腿的 然后呢 再关回来 往侧 然后并脚 往侧 并脚 四次 OK 我太难了 首先 女生的动作 我们并退步是一样的 当我们产生拧转的时候 第一个转向稍微幅度大一点 转向男生 3 做一个并步 然后同时踩下去右脚拧转你的胯 我们要让胯部尽可能的向后产生大幅度的拧转 踩在右脚中心上 拧转向右 然后继续做个 然后同时做快速的拧转的时候 我们不是并步 我们是拧转 胯部 继续拧转胯部 OK 同时 你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奥秘 就是前面的手和男生扶住女生后背的这只手 它其实是有一个传动力的 男生会推动或者说引导 让女生的背部会比较敏感的 跟随男生的手臂关和开 或是拧转自己胯 男生不要刻意拧 你不要把它当面团一样搓 要搓圆了不太好 稍微调整一下 就是要有那种跳这种 叫水滨舞的feel